中原前七百五十三年 一队由木狼养蛋双胞胎 哥哥名叫罗布鲁斯 弟名叫莱鲁斯 他们因为要把一座城市 究竟建在哪里 因为这个事情起了争执 两兄弟因此大大出手 哥哥罗布鲁斯杀死了弟弟莱鲁斯 并且哥哥用自己的名字 给这个以利益的生命为代价的城市 取名叫做肉鲁 就是罗马 八百年之后 大概是公元后的六十几年的 六月二十九号 也有一位兄弟 当然不是血缘上的 乃是更亲密的信仰上的兄弟 就是伯多和广路 也在同一个城市 就是罗马 他们献出了自己 他们并没有活杀 他们是为基督的信仰被杀掉 一位死于剑下 一位被定十字架 他们与罗布鲁斯的兄弟的 因权利的争斗刚好相关 他们放弃了自己 因此基督徒把他们两位称为新罗马 就是基督徒之城的真正基石 从那个时候起 从那个时候起直到现在 罗马都被称为宝路和伯多路的城市 因为他们把血洒在那里 教会今天就是纪念他们两位 他们两位在福音上 先入生命 而且死在同一个礼宝 因着同一件理由 关于伯多路 我想在四部福音里边 除了耶稣 没有人比他记载的更多 更加的丰富 尤其重要的是 教会相信 耶稣把他的教会建立在团形上 不是一块石头 甚至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团体 就是中独的团体 但这个团体以活动为首 关于宝路 在四部福音之外 也没有人被记载的比他更多 因此我简单地用 他们每人的三句话 来做一个小的分享 伯多路的第一句话是 主啊 离开我 因为我是个罪人 就是在某一次 打了很多鱼的奇迹之后 伯多路意识到 耶稣是非凡的 在耶稣身上有骗住的灵在 而说出了一句实话 伯多 我们要感谢你 因为你道出了一个真理 就是一个人 假如能够认识到 他自己是个人 假如能够意识到 他需要天主 假如能够认识到 他面对天主是不堪当的 这个人就开始了真正的人生 否则的话 至少从信仰的角度 他还不算开始真正的人生 因为他就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真面 各位教友我们生活了很多年 我们也要仔细体味 活着的这句话 主离开我 因为我是个罪人 不过 耶稣马上以另外一句话来回应他 耶稣说 不要害怕 我要你做无人的女夫 请看 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时候 认识到自己过岁的时候 耶稣马上说 不要害怕 我想这句话也陪伴了 伯多罗到达罗马交付生命 第二句话是 今天福音我们听到的 伯多罗对耶稣说 你是墨西亚 永生天主之主 当然我们承认 从福音的记载来看 伯多罗说这句话的时候 并不是非常清楚 乃是在天之后 行事了他 但无论怎样 这句话出自他的口 而耶稣接纳了这句话 并把这句话 视为对他的真正宣言 因此 耶稣马上说 伯多罗 你是客房 就是磐石 在这磐石上 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地狱的门 不能够站住它 因此各位教育 我们要记住 伯多罗这个词的意思 就是石头 就是磐石的意思 你看 当他承认 耶稣是天主的时候 耶稣要把一个 并不怎么起眼的人 甚至如杀利一般的人 建筑为教会的 蛮食 因此我们在这个事情上 看到什么 看到 我们在宣认信仰 宣认耶稣是我们的 跌度的时候 我们是最强大的 甚至连邪恶 都不能战胜 各位教友 我们也可以问一下自己 我们其实每天都无数次的呼求天地 呼喊基督 但是你是不是能够再听下一句 就是听耶稣对你所说 某某某 你 我要在你身上 要干什么 你不要只对基督宣认 你也要听耶稣对你所说的话 你不要少害自己 并不是你本人有什么能力 而是天主要接着你 做很多的事情 做建筑的事情 在你身上建立非凡的基础 要抽一一个共同性 比如在你的家里 比如在你的单位 比如在你的信仰团体 某某某的第三句话是 耶稣复活之后 耶稣问他说 约纳的儿子希满 你比他们更爱我吗 某某非常温柔地说 主你知道一切 你知道我爱你 一个人能够说这么一句话 一个非常以前错误的人 到现在能够这么细腻地说 主你知道一切 你知道我爱你 就够了 哪怕他还会再次跌倒 我们承认 某某某以后也会跌倒 但是他们的幕常常想起来 因天主的恩宠 他可以说 主我爱你就够了 因此 耶稣马上说 你目放我的羊群 请看 你目放我的羊群 是什么意思 只要你有一天还能说 主我爱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信仰上 做别人的导师 你就可以代替我 在信仰上给别人成长 因此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也可以问一下自己 我们也不要说 主我爱你就够了 我们也要听耶稣给我们所说的 你要目放我的羊群 你要帮助我 牧羊你的家庭 关于宝禄 宝禄 宝禄是多了 我省身体就够了 第一句是 因天主的恩宠 我成为今天的我 宝禄以前是一个 有一点傲慢的人 有一点够制的人 他在法律之下 日本自己做得非常完美 但是后来 归宜基督之后 他才觉得 自己以前的世界 完全是错的 自己没有进到 真理的领域当中 因此归宜之后 他说 赖天主的恩宠 我是为今天的我 各位教育 我们无论活多少岁 最重要的是 有一天 你能够发现到 你活着半辈子 或一辈子 或刚刚开始 你能够发现到 让一切成为你的因素 最终来自于天主的恩宠 如果能认识到那一点 你就像伯托所说的一样 真正开始了你的人生 保罗的第二句是 基督的爱情催不如 据说保罗长逢生命 但我们在他身上看到 是一个永远满不停止的人 永远精神饱满的人 永远看见任何人 就给他们分享基督生命的人 我们非常佩服他这一点 可是我们也要问一下 就是从何而来的 保罗给我们说 基督是因为你的爱情在推着我 在我后面有一种力量 就是你 人活一口气 今天你看见我有气无力 大概就是没有精神 大概就是少一种动力 如果你早上跟他眼睛 你就知道 今天有的人值得我说话 今天有的事值得我做 今天有一个希望值得我去满权 好了 你就如保罗一样 你就知道 使基督的爱情催不过人 他的圣神在里面 保罗的第三句话是 为我来说 生活乃是基督 死亡乃是生活 或者死亡乃是地 中国人常说 最难参吐的就是生和死 可是保罗说 生是基督 死是收获 保罗这句话 已经解释了他生意的全部 因此 博夺和保罗 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今天教会 纪念他们是为了什么 并不是为了他们二人怎么样 而是为了 天主的恩主 如何的奇妙 在他们身上 把一个血肉之人 平凡之人 转了贸易 在信仰上的利器 天主可以借着他们 能够让更多的人 进入到真理的领域中 有一个神父 他去世了 他到天堂门口 他遇见了伯多禄 当然伯多禄 据说是拿着钥匙 是天国的守卫者 所以反而进入天国的人 就过他了 是个效果 伯多禄对他说 神父 你要进入天国 要先获得一百分才可以 神父自信满满 神父说 没有问题 伯多说 你做过一件好事 算是一分 你现在开始算了 神父不假思索的说 我是个黄神父 伯多说一分 神父再思考一下说 我奉献教会和天主 一辈子 不错 是事实 伯多说两分 神父有点慌 都在思考一下 又想起来了 我服务的堂区非常有活力 大概是做了一件假 不过伯多说 也算三分 但是现在神父有点紧张了 他开始出汗 他想了漫天又想起一条来 我在世的时候 给很多人理解 给很多人祝福公佩 给很多人富有 伯多说宽大一点 我再给你三分吧 六分 可是呢 神父就再想回想来 你是过于激动 你是过于紧张 我们知道越紧张 越慌 又慌 又乱 神就慌 他就想不起来了 于是他就非常的绝望 他大喊一声 神父 然后伯多说 好 一百分 你可以替天国 什么意思很简单 假如他只是想自己怎么样 放在自己身上 他会发现 他自己其实很平凡 虽然其实有可能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真的很天啊 可是如果他把注意力转向天 买赞 我的天主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说到了正点上 他说到了全部 因为我的天主就是天主 各位教育 我们应该记得 好 好的 这两面是福 对我们转到 使我们每天的生活买赞 这样我们可以像佛多宝一样 在面对困境的时候 不逃避 而能够知难而上 并且把福音能够带给 或者带到 我们意想不到的人 意想不到的地方 结果我们会发现 原来这一切 都是天主恩主的杰作